《生命旋律》 珊珊是个11岁的小女孩 由于她的父母正牧养着一间教会 十分的忙碌 因此珊珊很小就开始学习照顾自己 当父母亲忙着去探访会友 或者在家里头忙于辅导别人的时候 她就需要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做功课 有的时候心里面难免有点害怕 有一天珊珊在书房里面做功课 而她的录音机正播放着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的歌词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我不必害怕 不论白天或晚上 我睡觉的时候 我的神不合眼 她正在看顾我 我知道她爱我 我知道她正与我同在 我知道她关心我 她正在看顾我 珊珊一边听着这首歌 一边想着说 对呀 为什么我还要害怕呢 我不必害怕 因为主耶稣和我在一起 她正在看顾我 当她这么想着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好温暖 忽然间 她看见房间里面出现了三位天使 其中的两位在她的床边 另外一位在她的书桌旁 还看着她做功课呢 当珊珊把这个经历告诉她的父母的时候 她的父母亲非常的开心 连忙问她说 天使长得是什么样子呢 珊珊回答说 天使都穿了白色的衣服 有金色的翅膀 是男的 皮肤很细 比妈妈的皮肤还漂亮呢 珊珊的父母再问她 看见天使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想 珊珊说出了两点感想 她说 第一点 我知道耶稣很爱我 她派天使来看顾我 所以我不用再害怕了 第二点 我可要小心哦 因为他们一直在看着我呢 I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n the night or in the day When I see my God's awake He's watching over me I know he loves me I know you feel with me I know he cares for me He's watching over me I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n the night or in the day When I sleep my God's awake He's watching over me I know he loves me I know he loves me I know he's here with me I know he cares for me I know he cares for me He's watching over me I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n the night or in the day When I sleep my God's awake He's watching home 珊珊看见天使的情况 使我想起了 在主耶稣复活的清晨 有几位到坟墓 去找耶稣的妇女 他们也看见过天使 他们对天使的形容 跟珊珊说得差不多 都说是穿着洁白的衣服 身上会发光 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天使 不过 我从小就偏爱 有天使的画片 记得有一幅画 画着一对小姐弟 正走过一道很危险的桥 而他们似乎没有看见 有一位天使 就在后面伸手呵护着他们 以前我以为 这只是大人拿来安慰小孩子 叫他们别害怕的虚构画面而已 后来等我知道了 天使是真实存在的 我就更加喜欢这幅画了 有一段时间 我甚至是幻想着 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是天使的化身 那该有多神奇啊 不过 当我渐渐收读圣经 知道做人比做天使更有福气的时候 我就不再想做天使了 那么 神为什么要造了这么许多的天使呢 必定是有他的作用的 对不对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那里 告诉我们说 天使是什么呢 他们都是侍奉神的灵 神派遣他们来帮助那些 要承受拯救的人 所以 神造天使 给天使的主要任务 就是服侍神 以及帮助我们这些 蒙神拯救的人 据说天使有千千万万之多 又听说 他们是从很炙热的气体造出来的 所以会发出闪耀的光辉 他们可能是在神创造世界的第二天 或者是第五天那个时候造成的 天使不吃也不喝 也不会生育 除了神可以毁灭他们之外 他们是永恒不朽的 据我所知道的 犹太人对于天使 有很多的研究 比如说 他们认为 在神的宝座之前服侍的 有七位天使长 这些天使各有重要的职务 我们比较熟悉的两位天使长 就是加百列 还有米加勒 加百列专门替神 传递重要的信息给人 例如 施许耶和的诞生 耶稣基督的诞生等等的 都是由加百列先去预告的 而米加勒在圣经里面的记载 也是十分的活跃 他奉神的命令 掌管着以色列人的命运 总之 众天使各司其职 而不相混乱 把神的信息带到人间 犹太人认为 有的天使在历史上 干预人的事 保护了神的选民 有的天使管制星宿 使他们按轨道运行 有的天使统治海洋 跟气候 还有的担任书记 记录人所讲的每一句话 另外 专管死亡的天使 在神发出命令之后 不分好人或者是歹人 都要把他们带去见神 每一个国 每一族 都有一位护卫天使 每一个人 包括大人小孩在内 也都各有一位守护的天使 所以犹太人认为 天使的树木 真是多得不可生数 植物也非常的反复 有一位犹太拉比甚至说 每根草 每棵树 都有一个看管的天使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犹太人对于天使的说法 是不是完全正确呢 我们很难去求证 因为那是属于灵界里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些活在三度空间里的人类 似乎还没有法子 用自己有限的知觉 或者是智慧 去完全了解天使 不过 有一件跟我们相关的事情 倒是肯定的 就是 天使虽然那么接近神 那么有权柄 但是 天使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宝 在石头保罗那个时代 有一派传异端邪说的人 把天使的地位过分地高抬 他们说 有一群天使 可以帮助人到达神的面前 结果误导了一些人去敬拜天使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只有一位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里 主耶稣亲自宣布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 石头行传第四章十二节 也告诉我们说 除了耶稣之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神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在耶稣基督的圣品当中 有两处记载 受到天使来伺候主耶稣 一次是说 当主耶稣开始传道之前 在旷野四十天进食祷告 又胜过魔鬼的试探之后 身体非常地虚弱 那个时候 神派天使来伺候他 另外一次 是当主耶稣结束了 他的传道工作 预备要上十字架 去为人受死之前 在科西玛尼园里 他有十分痛苦挣扎的祷告 那个时候 天使也来给他加力 这些事实都显明 主耶稣的地位 远远地超过天使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经文来证明 连我们这些认识神儿子的人 都同样会受到 天使的保护和伺候 例如在《猎王记》上 第十九章里说到 先知以利亚 被拜巴黎甲神的皇后 耶稀别追杀 以利亚逃跑 跑得是又累又饿 神就派天使 去喂他预备吃的 那食物给他足够的力量 再跑四十天 在《猎王记》下第六章 那里提到 当先知以利沙 还有她的仆人 被困在多滩城的时候 敌人的军队临近 全无脱逃的可能 以利沙就祷告 求神开着年轻仆人的灵眼 结果 这个年轻人就跟先知一样 看见了神 派天使驾着火车 火马围绕保护着他们 到了新约时代 天使的任务 依然是非常的明显 无论是使徒彼得 使徒保罗 或者是他们的同工 都经历过 在监狱中 被天使救出来的事实 感谢神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 实在是太有福气了 不管我们的肉眼 是否看见天使 我们都可以相信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神会派天使 来陪伴我们 保护我们 真的 除非神许可 或者是有某些特别的目的 否则 没有任何的人 事物 能够伤害到 以蒙神拯救的人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创造了天使 他们有鼠天的美丽和光辉 是我们所羡慕的 不过 他们并不是我们 与你之间的中宝 我们会把最高的尊荣 最大的爱慕 归给主耶稣 我们唯一的中宝 谢谢你常常拆派天使 来暗中保护我们 指引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长存感恩之心 去行你所喜悦的事 让天使 也能为我们欢喜快乐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